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CWC Channel 一個希望你的iPhone技巧變強的頻道 這個影片我要來介紹本頻道所設計的 十個你在旅遊的時候可以使用的捷徑 這十個捷徑我通通匯整在本頻道的網站 叫做 cwcchannel.com 這裡所有的捷徑都是本頻道所設計 免費分享 這個影片我會來介紹這十個捷徑如何使用 有很多都非常的好用 譬如像是第一個旅遊的清單 另外還有使用了ChatGPT的推薦功能 最後一個是捷徑時郵寄 這個本人非常的推薦 很實用很棒的一個功能 讓你能夠將你美好的記憶記錄下來 那我相信這十個捷徑都會對您非常有幫助 現在影片開始 首先第一個捷徑是旅遊清單 請你使用你的手機來到本網站 用你的手機點選這個下載連結 你就會來到這個旅遊清單的網頁 點選取得捷徑 接下來點選加入捷徑 如果你要匯整這些捷徑在一個資料夾的話 你可以來到捷徑的首頁 點選捷徑 在這邊你就可以新增資料夾 例如在這邊我有新增一個資料夾叫做旅遊 剛才所下載的捷徑 移到旅遊的資料夾 例如說在這裡我點選加的按鈕 輸入新增檔案夾的名稱 選擇你喜歡的圖示 按下加入按鈕 這樣子你就會有一個旅遊捷徑的資料夾 你就可以把所有跟旅遊相關的捷徑 都匯整在這個資料夾裡頭 方便你來存取 接下來回到所有捷徑 剛才下載的旅遊清單的捷徑 按住不放 你就可以點選搬移 選擇剛才新增的資料夾 回到上一頁這裡旅遊捷徑的資料夾裡頭 就多出了旅遊清單所下載的捷徑 你必須要先做好設定 點選 首先你必須要建立一個新的備忘錄 因為它會把所有清單的資料 存到你所建立的備忘錄 當你命名完備忘錄之後 你把這個命名的備忘錄 放到這個文字的方框裡頭 當你輸入完你的備忘錄名稱之後 所有的設定就完成了 下面的你就不用做任何的調整 好點選備忘錄 新增一個備忘錄 我把它叫做旅遊清單 這裡你可以命名成你任何想要的名稱 接下來呢 你就把這個命名完的名稱把它複製下來 按下完成 回到剛才的捷徑 這裡的文字方框請你就輸入 那這裡的名稱必須要一模一樣 它才可以找得到 接下來按下完成 你就可以來試看看 按住不放可以直接執行 如果你要存到主畫面 可以點選分享的按鈕 接下來點選加入主畫面 在這邊你可以更改主畫面的時候的名稱 我就把它取名為旅遊清單 圖示也可以更改 你可以點選之後拍照 選擇照片或者是選擇檔案 好我就選擇了一張照片 最後呢點選加入 那這樣子在你的主畫面 就會多出了這個旅遊清單的捷徑 點選旅遊清單 你的清單的內容文字是什麼 戴兩雙襪子 完成 接下來它就會跳到你的旅遊清單的 剛才建立的備忘錄裡頭 這裡就會有一個清單的內容 戴兩雙襪子 再試一次 好接下來按下完成 那這裡就會多出了另外一個清單 那這每一個清單都會有一個直線來分隔開來 如果各位不喜歡這個分隔線的話 你可以到你的旅遊清單這邊 然後來做調整 你只要把這一條分隔線把它刪除掉即可 就點選這邊 你就可以把它刪除 當你的清單完成了之後 你可以把它全選下來 接下來按下下方的這一個核對按鈕 它就會出現了圓形的核對的方框 那這樣子你在出門之前 你就可以來確定是否你有完成這個清單 我有帶兩雙襪子就打勾 我有帶行動電源 我有帶電源線 所以打勾完之後 確定你有完成了 那這個清單就成功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來方便你來檢查 是否你有帶到你所想要帶的東西 要強調的一件事是這個旅遊清單的捷徑 不只是用在清單上面 如果你想要變成旅遊行程規劃的一種想法 記錄也是可以 你可以把你想要去旅遊的一些想法 記錄在這邊 到時候你再把它整理起來 變成您的旅遊計畫 到台北101 接下來你又想到另外一個想法 故宮博物院 九份老街 你可以把你想要去的旅遊地方 通通透過這個捷徑 把它記錄下來 最後你再安排行程 設計出你自己的旅遊計畫表 第二個捷徑是旅遊聯絡人 當我們出去旅遊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個重要的聯絡人 例如如果你跟團 你必須要有導遊 所以這個捷徑 彙整了這個聯絡人的聯絡資訊 方式 一樣 請你使用你的手機 到本頻道的網站 用你的手機點選下載連結 你就會來到這個頁面 點選取得捷徑 加入捷徑 接下來 如果你有整理在一個資料夾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搬移 我就把它整理到旅遊捷徑的資料夾裡頭 那現在就有這個旅遊聯絡人 點選 你就可以打開來設定 這裡我設計了三個聯絡的方式 包括電話訊息以及LINE 這裡的設定內容 請你在聯絡人這邊 選擇 您要指定的聯絡人 收件人這裡 也選擇 你要指定的收件人 我的收件人是CWC 按下完成 那這樣子 就會傳送給這個聯絡人 LINE 也是如此 點選 你就輸入收件人的名稱 這個名稱必須要是通訊軟體 上一樣的聯絡人名稱 如果你有使用其他的通訊軟體 例如說是WhatsApp 或者是其他的 我不知道捷徑 那你也可以一樣的 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加入到選單裡頭 在這裡我就設計了三個 如果你要再加的話 就加入新的項目 然後一樣的 輸入搜尋通訊軟體的App 就可以把它加入進來了 好 當你把你的聯絡人 指定的聯絡人加入之後 訊息收件人都全部設定好了 那這個捷徑 你就可以來使用 按下完成 一樣的 你可以直接按下執行來使用 或者是你可以點選分享 加入主畫面 把它放到桌面上也是可以 回到桌面 這裡就有聯絡人 假設說我有跟團 那現在我把聯絡人設定為導遊 那現在我就只要點選這個捷徑 我就可以快速的打電話給指定的聯絡人 好假設說現在右邊這邊是我指定聯絡人的訊息 那這裡呢我就點選我的聯絡人捷徑 按下訊息 好這裡呢我就點選訊息的內容 當我按下傳送之後 右邊我只有指定的聯絡人 它就會跳出這個訊息的內容 接下來第三個捷徑是自拍 一樣用你的手機來到本網站之後 點選下載連結 你就可以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頭 下載完之後 你可以移到你的資料夾 你就會有這個自拍的捷徑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會等待三秒之後 自動用前置鏡頭幫你拍照 並且儲存到你的相簿裡頭 那這個自拍的功能呢 你可以調整秒數 你可以更換成後置的相機 另外在這裡有個箭頭 你點選下去 你可以看看你是否要有相機的預覽 如果你把它關閉 它會直接的拍照 好在這邊我把這個捷徑 放到主畫面了 現在我點選自拍 它就會等待三秒鐘 一二三 它就會自動拍照 拍完照之後 它就會開啟拍照的結果 那本頻道也有設計一個 拍神器的捷徑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來看那一集的影片 接下來第四個捷徑是分享位置 如果想要知道對方目前的位置所在 你可以輕鬆的使用這個分享位置捷徑 來傳送訊息給你的聯絡人 同樣的用你的手機來到本網站之後 點選下載連結 下載完了之後回到了捷徑 你如果要搬移到資料夾 請自行搬移 這邊就會有一個分享位置的捷徑 你必須要先做好設定 完全不用做調整 只是收件人 如果你要指定某一個收件人的話 同樣的你可以在這個收件人這邊 直接點選 如果你不想要指定也沒有問題 一樣可以使用 好現在我把它加入到主畫面 那現在如果我出去玩 我想要讓我的同伴們知道說我的位置所在 我就點選分享位置 我沒有設定聯絡人 所以當我按下之後 我必須要去指定 我要分享這個資訊給誰 在這邊它就會說你目前的位置所在 同時顯示在地圖上面 接下來捷徑5是設定停車位置 這個捷徑是主要是用在 如果你的手機 跟你的車子 並沒有連線的情況下 如果你有使用CarPlay 那蘋果的地圖 會自動的設定停車位置 但是如果你的手機 沒有跟你的車子有連線 那它就不會知道 你目前車子所停的位置 一樣到本頻道的網站 點選連結 下載加入捷徑 同時可以搬移到捷徑的資料夾 那這裡就有設定停車位置 這裡的所有的設定內容 你不用做任何的修改 使用的方式 當你停好車之後 你就直接點選這個捷徑 點選下去 它就會自動跳出地圖 讓你知道你所設定的位置在哪裡 好之後按下完成 這個捷徑5 可以搭配捷徑6一起使用 也就是取得停車位置 我們想要知道車子停在什麼地方 現在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捷徑 來了解位置的所在 請麻煩使用你的手機 來到本頻道這一個網站的連結 點選連結之後 下載儲存到你的捷徑資料夾裡頭 好那現在呢 如果你逛完街了 你想要知道你停在哪邊 你就可以點選這一個 取得停車位置捷徑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跳出蘋果的地圖 顯示出你目前車子停的所在 接下來是捷徑7 我在哪裡 同樣的使用你的手機 點選這個連結 下載之後來到了捷徑 你可以把你的捷徑移到你的資料夾裡頭 就會有這個我在哪裡的捷徑 這個我在哪裡主要就是 讓你快速的知道說 你目前所在的位置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開啟蘋果地圖 或者是Google Maps 你就可以快速點選這個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目前所在位置 捷徑8天氣 我們到了某個地方去玩 我們都想要知道那邊的天氣如何 當然你可以直接的開啟天氣的App來搜尋 不過如果你有這個捷徑的話 只要你把它設定好 你只要點選 你就可以快速的知道那邊的天氣的狀況 所以這個捷徑你可以來下載 使用你的手機來到本頻道的這個網站 然後點選下載連結 按下下載到你的捷徑之後 你可以移到你的資料夾 你就有這個天氣的捷徑 請先做好設定 點選預設的是我的位置的天氣 你必須要點選之後把它更改成你的旅遊 目的地的天氣 例如我這邊我想要去台北101 我就搜尋台北101之後 它就會跳出地址 我點選 那這裡它就會顯示那一個區域的天氣狀況 按下完成 好接下來我把它存到主畫面 這裡就有天氣 所以當我出去玩 明天我要去台北101 所以我就點選天氣這個捷徑 它就快速的跳到台北101那個區域的天氣狀況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來追蹤了解 我到時候去玩的天氣情形 接下來捷徑9 ChatGPT推薦 ChatGPT是一個人工智慧的一個服務 功能非常強大 提供了很多完整的資訊 使用你的手機 來到本頻道的網站 點選下載連結之後 把這個連結下載下來 接下來你可以移到旅遊的資料夾 如果你有的話 那你就會有這個ChatGPT推薦 這個功能你可以點選打開 裡頭我有設定兩個 一個是景點的推薦 另外一個是美食的推薦 如果你想要更多 你可以自行的加入 加入的方式就是加入新項目之後 你就使用新的文字把它加進來就可以了 例如在這邊我就點選 我就新增博物館 那這裡呢 就會多出一個博物館的選單 接下來我必須要把文字移下來 所以在這邊文字我就點選 然後複製 那這個複製完了之後 我把它抓住不放 移到博物館這個區塊裡頭 我就把它修改成有哪些博物館 這樣子我就多出了一個新的選項 我可以透過這些選項來詢問 ChatGPT在這個城市裡頭 你所推薦的內容 好完成了設定之後 你就可以來使用 你可以把它存到主畫面 好現在我主畫面就有一個 ChatGPT的推薦 點選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來詢問 你要知道景點還是美食還是博物館 例如我點選剛才所設定的博物館 這裡他就會去ChatGPT裡頭 來找到相關的資訊 分享給你來參考 不過請注意這個功能 由於是使用ChatGPT 所以他會花比較長一點點的時間來搜尋資料 如果資料會非常的完整 最後一個捷徑是本人非常喜歡的一個捷徑 叫做郵寄 當我們出去玩 都希望把美好的記憶記錄下來 那這些美好的記憶 可能包括了像是文字 日期 地點 以及照片 現在我設計出了這個捷徑 可以把這些所有的資訊 彙整在備忘錄裡頭 變成一篇郵寄 好使用的方式 用你的手機來到本頻道的這一篇文章的網站之後 點選下載連結 你就可以下載捷徑 當你下載完之後 請把它加入到你的捷徑資料庫裡頭 如果你有資料夾 把它移到資料夾裡 那這裡你就有郵寄的這個捷徑在這邊 請點選郵寄 由於他使用的是備忘錄 所以你必須要新增一個備忘錄 把你命名的備忘錄名稱加到這裡頭 請來到備忘錄 請點選新增的按鈕 這裡我就設定了備忘錄的名稱 叫做台北101之旅 那這個名稱必須要一模一樣的放到捷徑裡頭 所以我現在回到捷徑 在文字的方塊裡頭 我把它貼過來 因為它必須要是一模一樣的 好了之後你就設定完成了 它會照相 你如果想要這個等待時間更久 自行調整 如果你要用照相的時候 要用後置的相機 你可以就是維持這樣子 或者是前置的 另外點選這一個箭頭按鈕之後呢 你要不要有相機預覽 如果你把它關閉 它會自動的照相 如果你把它開啟 你可以看到相機裡頭的內容 然後按下快門來照相 然後它會自動儲存到你的這個相簿裡頭 那接下來它會要求你來描述 畢竟這個是郵寄 所以你想要記錄一些東西 你可以把它這個文字的內容 把它輸入在這邊 你可以取得目前的位置 它會把它彙整到這一個備忘錄 然後把它打開 讓你來了解 好了之後呢 你就按下完成 你可以把它儲存到主畫面 好在這邊就有郵寄的捷徑 所以當我出去玩 我到了某一個景點 譬如說台北101 我就點選郵寄 我就來記錄下來 好這個郵寄的功能 首先呢 點選下去之後 你可以拍照 拍完照之後呢 它會記錄到備忘錄裡頭 接下來它要你描述 你這個郵寄的內容 接下來按下完成 那它就會自動的跳到台北101之旅 那它就會自動的把剛才所有的資訊 加入到台北101之旅備忘錄 我所指定的備忘錄裡頭 它會提供的日期的資訊 地點的資訊 剛才所造的照片 最後就是你所描述的內容 那你可以持續的加入其他的照片 以及描述 變成一個完整的郵寄 那譬如說我現在到了台北101的餐廳吃飯 那我想要記錄下來 我點選郵寄 按下拍照 那現在這個記事呢 你往下滑之後 你就會有新的照片 那這裡要強調所有的照片 都會自動的存到你的相簿裡頭 另外如果你想要把它變成Pdf的檔案 你可以按下這個分享按鈕 之後呢 點選下方的列印 那這個變成Pdf的小技巧 本頻道有一個影片有介紹 在你這個列印預覽的地方 用你兩根手指往外一滑 它就自動的會變成Pdf的檔案 那現在呢 你就可以把它 按下左下方的分享按鈕 你就可以寄email給你的朋友 只是寄訊息 你就可以分享這個旅遊的記事 給你的好朋友們 希望這個功能你會喜歡 好這個影片的所有的捷徑 都介紹到此為止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想要提供 也歡迎分享在留言區 如果可以設計成捷徑 我就會來主動的來設計 然後分享給大家來使用 如果你覺得這些捷徑不錯的話 可否請你按讚 分享 訂閱本頻道 本頻道需要您的支持 謝謝你的抽幹 超級感謝 掰掰 影片的最後分享一個小技巧 當你下載完這些所有的捷徑的時候 這些捷徑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夾 把這些所有的旅遊相關的捷徑 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讓你能夠來管理 所以在這邊 你可以按住其中的一個捷徑 接下來呢 你把它合併 另外的捷徑 把它併起來 那這個併起來之後呢 你可以更改這個資料夾的名稱 我這裡就打上旅遊 捷徑 那我接下來要做的動作就是 把所有的這些捷徑 通通都放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來管理這些捷徑 然後直接存取 那這些其他的所有的 我都把它加進來 好 然後通通丟到資料夾裡面 那這樣子呢 我在使用這些捷徑的時候 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來存取 所以當我出去玩 那我在路上 我突然想要用到某個捷徑 我就打開 我就可以瞬間的來 存取這些捷徑的內容 這個小技巧 要分享給各位 希望你會喜歡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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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ological 小技巧 我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